就發現技術能力好像沒有這麼厲害 但是好像人也不錯 很認真、學習什麼之類的 要不要過來轉個PM 你會怎麼說 轉啊 所以有沒有一個K是借了一些錢人的code 或者是有這個 是要先講借錢人的K還是說看不懂的東西 都可以看不懂的東西好 看不懂比較簡單 你會怎麼採集怎麼google 我覺得分幾個不同階段 像我以前一開始的時候連gearhub都不會用 那個階段的話就是可能 我找不到gearhub的download在哪裡 幸好hackend有這樣不用擔心 對對對 找不到 然後 所以我覺得最一開始學的時候 當你還看不太懂官方文件的時候 我覺得從一些線上影音的資源 是還蠻好的一個學習的角度 因為影音的東西 你可以直接看到它怎麼操作的 然後不要花太長的時間 假設說你是完全不同的話 那你可以先花多一點時間 把影片的東西完全吸收起來 通常影片的東西都是最基本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學習起來 一開始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一開始你可以從 影音的資源下去入手 但是到後來的話 其實你會慢慢發現說 你對於一些官方文件 一些基本的東西都能掌握 你可以開始閱讀到 官方文件在想什麼東西的時候 那我覺得假設說以JavaScript 或前端來講的話 你就把你的那個關鍵字 後面加一個MDN就好 基本上我都是直接看那個東西 一開始你可能直接看 Mozilla的文件 你看不懂的時候沒關係 你就去找一些 其他人寫的第三方 轉出來的文章 你可以看我的文章 或什麼 像很多人在寫 對 那是因為你一開始還沒有辦法 那麼熟悉的 看官方文件的東西 那我覺得你可以先從那個東西去 把你基本的 你對於這整個前端的東西 你有一個很完整的一個 roadmap 的時候 你大概知道說 這個東西在講什麼 這個東西在講什麼 然後 API 是什麼 然後 UVent Instance 是什麼 你比較知道說 要怎麼去找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始看官方文件 那我覺得 看過幾個不同語言的官方文件 我覺得MDN真的是寫得 非常好的官方文件 然後又不會太難理解 而且 MDN上的文件 不只是API怎麼用而已 它有的都還有一個section在講 例如說CORS 一整個section就告訴你 那是在做什麼東西 所以 我認為假設你是以前都來講的話 當你 具備基本能力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試著去 閱讀這些官方文件的東西 那關鍵字是什麼 關鍵字你可能就是 例如說你可能要做 假設說你要做卷軸滑動 你可能就用scroll加MDN 這樣去查 那如果你要做的是 例如說 WebRTC視訊的一些東西 那你 可能就是用WebRTC 或者你可能用video 這些關鍵字去加MDN 你基本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東西 對 那所以 慢慢去學習 養成 看官方文件的東西 我覺得是 工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能力 那其實 以react來講 其實 有時候都會跟人家說 你不用看我react的書 因為你 其實你看官方文件 如果看得懂的話 我建議你直接去看官方文件 我的書主要是像剛剛前面講的 如果說 一開始你覺得說react這個東西 你完全沒接觸過 你不太知道整個road map是什麼 那你再來看書 看完書之後 不是說你不用看官方文件 那個書只是幫你建構出一個 整個 整個樣子是什麼 最後你還是要回去react的官網 去把官方文件去閱讀起來 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是 我自己的學習的過程 是這樣一直走過來 所以 到了後來 其實多數的東西 你有一定的知識之後 官方文件就不會這麼難閱讀了 能夠看得懂官方文件 就從官方文件去著手 我覺得是很好的方式 好的 謝謝BJ 有一位同學說 看起來你很多學生是看 你工作的專案 你工作的主管做什麼事 所以那個環境還蠻重要的 也就是說 規模比較大的環境 或上面有比較大的企業 大的公司 相對來說 可以給你看的東西也比較多 那但是可能是非本科畢業的 可能從然後 AlphaCandle出來的話 去像shoutmine這種大公司 可能那些品牌沒有知道 你會有什麼 比如說你們有 這個AC其實不想進去上班那邊 但是如果 剛畢業的同學 剛學完了 有一些專案 那他們對面對大企業是有點害怕 有規模的團隊可能會比較擔心 在面試的過程中 他需要表現什麼 或者是從面試出口找來看 你們有什麼疑慮 那他們應該是怎麼去address這些疑慮 就通常大家其實 其實整個職業方向都會蠻類似的 就是你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如果是比較大規模的公司 那他給的待遇可能會比較好 所以他期望的工程師的能力可能比較好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不見得可以挑戰 比如說中大型的公司 但是你開始慢慢有幾年工作經驗之後 你可能會有機會去 開始讓自己可以轉換自己的環境 那我覺得在一開始 你可能比較多 像是你就你現在有的去選擇 那後面可能是你可以有的選擇越來越多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不管你 你可能大概也是中小型的公司 像我剛提到的是 比如說我可能公司的專案學習到 但其實第一份工作那時候 我在Alphacamp的Dojo 那時候還是在開發Dojo的系統 那個時候其實我花了蠻多時間去看 就是一些Library 或者是Rails這個框架 它本身的一些原始碼 對就是我那時候其實花了蠻多時間去看說 比如說 第一個是我們公司可能 那個時候Dojo可能用到的什麼 第二個是 如果它沒有用到的話 我自己其實也花了一些時間 在一開始的時候 那時候公司不見得有用到 我其實還是有慌張的時間去看一些 現在大家通常會用的某一些功能 某一些專案 那或是一些原始碼 那因為我自己主要都是後端嘛 那後端來說 很多東西是不限語言的技巧 對像是雲端的服務 就是你可能是AWS 或你是Google 那這些東西的邏輯其實是類似的 對就是不管 因為我其實寫過 一開始寫Rails 然後中間寫過Golan 然後上一天寫Node.js 然後現在我本來寫Rails 加Node.js 對所以一開始你可能會專注在某一個學習的語言 可能是JavaScript的前端或後端 對那其實前端或後端都有蠻多 技術跟知識其實是通用的 那也是在你後來面試比較好的公司的時候 他其實都會看到的 譬如說你們都會用到資料簿 對譬如說你後端的框架的部署 其實都是差不多的 對 所以這個時候即使你在中華學的專案 你也可以在你的範圍內去把這些基礎的知識去補起來 對那慢慢的其實你的基礎能力有的時候 你去面試到比較好 好或比較大一點的公司的時候 其實他也會知道看到你的經歷 知道說我預期你之前的經歷是什麼 所以你的能力應該是什麼 所以這時候他會就你的能力去考你 當然再加上看你的學習能力跟反應跟邏輯 對 所以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循序漸進的 你一開始待在這個地方 那你當然就就你現在的環境可以學習到去學習 那再加上去額外補足 你現在這個領域應該要去學習的一些知識 那很多知識其實前端也是有很多是同用的 所以就是說除了你的黃金之外 你怎麼去開發開到更多你可以學習的東西 一些官方空間去理解不同的工具 這個也是取決於此次的探索 Jack 問了一個蠻麻煩的case 我們最近有幾個 一兩個這個case我聽到了 就是畢業了 然後真的拿到工作大工程師了 做了半年左右就發現自己不太行 不管是那個環境跟不適合 所以他就會你很難去判斷 欸 是我不適合大工程師 還是這個環境我不適合 那好死不死那一些主管們 都很喜歡我們這種校園 然後都萬阿你不要轉PM就好 就發現技術總統好像沒有這麼厲害 但是好像人也不錯 如果很認真學習衣什麼之類的 要不要過來轉PM 你會怎麼說 轉啊 為什麼啊 就是你要認清自己到底喜不喜歡開發 那你喜歡開發 你能不能把自己能力精進好 那如果不是那麼喜歡把這個時間群 放在專業技術上面 轉PM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因為轉PM就不管 所以剛剛也有人還跑到討論說那個 到底前段後段轉PM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沒什麼差別 轉PM之後就算我們現在公司的PM是非技術背景 但是一個有相當程度能力的人 就是不管他是什麼背景過來的 他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當然你是技術背景過來 你有一個優勢 你可能懂前段 你能懂後段 你懂開發的這些邏輯 像在跟需求方溝通的時候 你因為你懂 懂怎麼開發 你不需要接著需求回去再問公司 這個能不能做那個能不能做 這樣子做好不好 你當場就可以跟需求法論說 這個東西做不了 那有沒有更好 我也有一個更好神入學基隆給你 那這個縮短非常多的溝通時間跟成本 有時候溝通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因素 因為他可能今天明天就要這個 或是一個週天就要這個功能 但你這樣來回溝通完他已經來不及 就是你改變不了那個結果 那就是一個優勢 轉偏就是一個一條路 那個時候你怎麼知道 我對他來說就是轉偏 或是因為我早就知道 我放棄當公司了 來叫了這麼多學費 其實沒有很多 給我快給我 然後學完了假的工作 我要放棄這個路 他 你那個時候有一個放棄的感覺嗎 還是 我沒有 其實我在做這個工作的時候 是如意得水的感覺 就是我會這個東西 我可以就是想說我會魔法 我可以幫助非常多單位的人做很多事情 就是對我來說我是這個感覺 但是 我在學城市的時候 並沒有把這個當作我一個質壓的 整條質壓就是為了這個而輻射 只是 只是學城市會寫口只是一個工具 對我來說就是工具 它是一個解決問題的手段的方法 那這個問題可能是開發產品 這是一個解決開發產品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你是 你要做行銷 你要做分析 要做operation 其實各個地方都可以用到會寫口這個能力 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用 就是你要做一些 自動化流程 你可能原文的報表 你每個月要手動 拉好幾次 花一個小時 你開始做這件事情 寫口一勞永逸 你要做行銷 要做這個pipeline 要做自動化分析 哪個工具幾百萬 自己寫一套 就是 花一個兩個月時間 也是可以做出一個東西 那你證明了成效之後 再說服老闆去買工具 是比較實際的 我覺得 這是一個技術跟能力 學到就是自己的 那你如果可以用的話 那就是非常大的加分 就算你不做工程師 就像我現在 我還是每天會寫口 像我在做資料分析 因為你要把需求 pass給工程廳的話 那個來回一兩天就去 你自己做寫個十五分鐘 把課裡寫一寫 資料分析就跑出來 不需要這麼麻煩 那 我覺得很有效率 在匯寫層次的這個技能 不管在什麼職務上 都很 很有用 理解 如果碰到類似的同學的話 我覺得幾個事情 我覺得第一 每個公司的環境 真的不太一樣的 我們的確碰過一些 其實非常不適合 Junior去的地方 但是 因為我們學生 真的是 像我剛才說 也對他 那邊的管理者 也對AC的信心 所以進去了 當然反而就是 讓那邊都很辛苦 那 的確有些案例 其實他轉到那個地方 就很OK了 那 所以這個東西真的是 需要花點時間去 跟主管 跟同事 跟你的校友 這種場合 就希望 能夠跟主教去討論一下 就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 我覺得更重要的提醒就是 它是一個能力 它是一個你學會 然後你在不管你做PM 做營運 現在 我自己也會有一些 工程式學到的邏輯 一些程式的能力 開發一些小工具 這些都可以帶走的 這個都是影響到你之後的產能 所以你要記得這個 然後再看當下 你最能夠參與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什麼 我會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謝謝Jeff 謝謝